一方说总感觉有一双眼睛 透过邻居安装的可视门铃看向自己 我这边听门一开看来就盯着我 就是一副眼睛在监视着 一方说门铃装在自家门边 本意就是防盗 谁又会刻意窥探别家隐私 既然您这么说的 我也更能说解 那我心里不合适的事情 十几年前 同样因为隐私打起官司的 还有邻居开在墙上的六扇后窗 我正在无患医生 他刚好管那窗户 也许他就是无疑人 他能看到我 个人都有个人的隐私 到底什么是隐私权 这十数年间 关于隐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那么我们相信民法典的实施 它应该会对隐私权的审判 产生一个 我们说一个正向性的这样一个功能 《恼人的门铃》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俗话说得好 远亲不如近邻 近邻不如对门 刚刚画面中激烈争吵的两家人 就是一对邻居 他们住在同一栋楼房 同一楼层 而且这一层只有这两家住户 所以两家人共用一条走廊 和同一部电梯 因为户型的原因 两家入户门之间不足四米 距离近了 关系本该更加和睦 怎么就闹上了法庭呢 这还得从一个可视门铃说起 上海 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贸易港口 这里到处都是中西河壁的海派建筑 历史赋予了这座城市包容的特性 生活在这里的人既传统又时尚 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江源 是一个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人 他因为一次忘带钥匙的经历 就决定在家门口安装一个可视门铃 江源口中的这个门铃在当时是一款新型产品 具有摄录功能 摄像头是162度的广角镜头 能监测到以门铃为中心 1到3米的范围 如果在范围内有人经过的话 门铃会自动拍照 如果有人在门口停留15秒以上 门铃会向安装者的手机APP 推送短视频 江源在自家安装门铃半年后 因为一次串门 让对门铃区李秀英察觉到 江源家的这个门铃不仅仅是门铃 还有摄像功能 把他母亲到我家里来 他门开着 他就在门铃里面对他 那么他母亲 我就知道他私有摄像功能 因为他这个摄像头 他的功能很强大 他还可以录音的 他有夜间模式 还有人脸识别 还有上传云端这个功能 当时江源将可是门铃 装在了自己家门的左侧墙壁上 正对电梯口的位置 也就是说 在这一层进出电梯的人 都会被摄入进去 然后我就跟他提出 说你不要对着这个电梯口 我知道 我人一出家门 灯就亮了 我这个电梯 一开开来就盯着我 就是刘富源就在监视着 李秀英觉得 在自家门口 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被邻居家的一个摄像头监控着 这让他十分不舒服 就向邻居江源提出 是否可以给门铃换个位置 但李秀英的不舒服 直接引爆了江源 积攒了六年的不满情绪 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因为他一直让我有一件事情 就是六年了 都是让我不舒服 我就说 阿姨啊 我说既然您这么说的 我也跟您说 有一件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事情 我就这么一目一时刻要说了 江源说 早在2013年12月 自己刚搬进来的时候 他就对李秀英家楼道里放鞋柜 在电表箱 水表箱里堆放杂物的行为 感到不满 2013年搬来的时候 鞋柜就有了 然后电表箱 水表箱 全都堆满了他们家的杂物 李秀英一家并不认可江源的说法 李秀英的女儿说 电表箱 水表箱里堆放的杂物 并非都是自己家的 也有江源家的东西 而且江源家才是真正在走廊里堆放东西 抢占公共区域的人 他把的婴儿车 从一辆放到了四辆 孩子的玩具也堆在这个楼道里面 包括他下雨的时候雨伞 也放在我们家门口 李秀英说 尽管江源放在走廊里的这些东西 给自己一家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但是为了邻里和睦 他也都忍了 直到这次邻居安装了 可视门铃 对于在公共走廊里堆放物品的问题 江源说 自己的确在走廊里放过一个小小的鞋架 但是不到一个月就撤走了 而且江源表示 自己正对着电梯口安装门铃也有安全方面的考虑 因为这个角度刚好可以拍摄到电表箱的一部分 这样也能随时监控火情 李秀英想让江源拆掉门铃 江源想让李秀英清理杂物 双方谁也不肯退让 后来江源得知在公共走廊里堆放杂物 违反消防治安条例 就去物业进行了投诉 后来我才知道只要我去跟户籍警讲 跟物业讲 物业就有一个人把他请擠掉 那后来的确我是做了这件事情 我去物业局委投诉了 那么他物业就上完清理了 因为江源的投诉 李秀英放在门口的鞋柜被拆掉了 这也让两家人的矛盾升级了 这一回李秀英也尝试着找物业投诉 甚至报警 让江源拆掉可视门铃 或者更换可视门铃的位置 但物业和警察的上门 并没有改变江源的态度 多次协商无果 李秀英决定起诉 我妈后来又找过他几次 然后他也不予理睬 有报警记录的 护肌精来调节 他也不换位置 所以我就发愿起诉 2019年12月10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此案 庭审过程中 法官尝试进行调节 让双方商议着 把门铃安装到电梯同侧 李秀英的女儿 作为代理人参加了庭审 本来同意了法院的调节建议 但原告李秀英本人没有同意 然后我们就说 那么你们家就把那个东西理掉 我就把它移到对面 就其实打起来给我 这么一个短暂的行 几次沟通之后 江源这边也主动做出了一些让步 他把可视门铃 从家门的左侧移到了右侧 移动后 可视门铃不再对着电梯口 而是与电梯同侧 最主要也是要灵力和睦 其实为了灵力和睦 对它的影响剪到最低 所以我第一次就把它 把这个摄像头移到那边 原告李秀英认为 虽说门铃换了位置 但还是能拍到自己家的进出情况 而且他觉得 江源安装可视门铃 根本不是为了安全 他就是想让李秀英家不舒服 他家里有五六个视线 对吧 绝对安全的 那为什么要妨碍邻居 对吧 他这却是目的不成 就是监视邻居 被告江源却觉得 李秀英不愿意接受调解 是因为自己举报了他家 堆放杂物而怀恨在心 完全没有考虑 可是门铃是否真的对他家有影响 而且江源觉得走廊是公共区域 本来就没有隐私 但是我就不知道 他们家为什么会觉得 我好像很恐 好像亏掉他们的隐私 本身走廊那边也没有什么 无私可回答 两家人对拆不拆 可是门铃的问题争执不下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江源安装的可是门铃 有摄录功能 而且拍摄范围也涉及到 电梯出入口位置 对原告李秀英的隐私造成了一定的防害 而且门铃还是装在公共走廊的墙壁上 最后判决被告江源拆除可是门铃 江源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 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叫我一到对面 后来就是说装也不能装 也不管就是对他们家到底是之情 有没有影响 他反正就是说对他们家有影响 可是门铃是否侵犯隐私 法官实地勘察 他就是走了一个很大的拐弯 就这种情况就是贴着走廊边上来走 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看见 墙上的门铃拆还是不拆 双方展开辩论 在我们当事人这个小区 存在着频繁的一个偷盗行为的这个情况下 我的个人隐私 我的个人财产安全 为什么要受到他的保护呢 脑人的门铃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慈案时 由于何一亭法官 对上诉人江源家可是门铃 能够拍摄到的具体范围还不确定 于是决定到现场进行勘察 我们掩饰了几种情况 就是从这个本案的被上诉人 他们家走到电梯 从电梯走到被上诉人他们家 那么从这个可是门铃的摄像图范围里面 是不是可以看得到他的行动物线 何一亭法官和双方当事人 在现场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演示 实验在各种情况下 可是门铃能够拍摄到的范围 第一种情况 门铃现在位置不动 从电梯到被上诉人李秀英家来回走动 现在演示的是从门口走到电梯门口 视频里面手有吗 那你在这个地方能看得到 你刚才站在这个地方能不能 经过实验 法官发现 在这种情况下 正常人的一般行动轨迹被拍到的几率不大 但随后 被上诉人李秀英就演示了另外一种情况 他就是走了一个很大的拐弯 就这种情况就是贴着走廊边上来走 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看见 像这个位置 他能看到按电梯的人的脸吗 看不到脸 看到一个身影 看到一个身影 这已经是最直线的情况 接着法官演示了第二种情况 给可视门铃增加遮挡物 法官用纸片制作了一个挡板 挡在可视门铃左侧 即靠近电梯的一侧 因为当事人也提出 如果就是还是有可能拍照到他的话 我们也愿意装个挡板 所以我们现场的话 也就是用纸片 就是当作挡板 然后进行了一下演示 你再往他那边靠一点 直接站在电梯的这个按钮面前 我再朝这边走了 现在可以 那这个位置已经是离你这边门口 已经非常非常近了 因为这栋楼户型特殊 电梯距离上诉人姜元家非常近 只有55厘米 加装挡板后 有人距离姜元家50厘米以内 才会被拍到 这个可视门铃到底要不要拆除 2020年6月24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再次开庭审理了此案 庭审过程中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他们辩论的焦点 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首先 双方就公共走廊 是否有隐私权的问题进行了辩论 上诉人姜元一方认为 两家公用的走廊属于公共区域 李秀英最初就将出行信息等隐私 让渡给了物业公司 所以在公共走廊里安装可是门铃 没有侵犯到任何人的隐私权 而被上诉人李秀英觉得 走廊虽然是公共区域 但属于两家共有 姜元在安装门铃前 没有报备有关部门 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 是违法偷拍行为 你既然把这些进出电梯的促行信息 浪负给了物业公司和业委会了 那作为委托业主委员会 行使业主权力之意的上诉人 怎么就变成侵犬了呢 等于我这半年的 我家里人全部的行踪 全部被他拍下来 而且我是不知情的 这个属于一个偷拍的行为 我觉得 法官认为 公共走廊虽然是两货人家共同使用 但对于被上诉人李秀英来说 自己家的出入信息 如果被可是门铃摄入 依然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 所以上诉人认为 这个是公共区域 就不涉及到隐私权的问题 我们觉得这个理由 还是不能成立的 接着 双方就出于安全目的 在公共区域安装 智能门铃等设备 是否会受到限制的问题 进行辩论 上诉人江源一方认为 自己是为了保护家宅安宁 才安装的可是门铃 而且可是门铃的拍摄范围有限 不仅不会对李秀英一家造成影响 还能起到保护作用 在我们当事人这个小区 存在着频繁的一个 偷盗行为的这个情况下 所以说我们安装 这样一个可是门铃 是非常有必要 但被上诉人李秀英一方认为 自己的安全不需要江源来保护 我觉得它是在侵害我的个人利益 还有财产安全 个人安全 它是在侵害我的隐私 它并没有起到保护我的作用 而且我的个人隐私 我的个人财产安全 为什么要受到它的保护呢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中 有关于公共区域内 搭建建筑物的条款 在第56条规定 禁止损害公共利益 及他人利益的行为 其中包括违法搭建建筑物购置物 和擅自改建占用物业共用部分 上诉人在建筑物公共部安装 具有摄像功能的可视门铃 他有经过批准吗 有任何规划手续吗 没有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违法行为 没有条法 对此法官认为 公共走廊的墙面确实是属于业主共有 理论上想使用公共部分的话 确实是需要其他业主的同意 才可以使用 但在法律上也存在合理利用的情况 比如说在墙壁上装一个牛奶盒 有时候的话因为这种是有这种必要性的 所以说也是可以合理的利用 法官还表示 这起案件是乡邻的防害纠纷 只是从安装门铃或者挡板 有没有对乡邻方产生防害的角度来处理问题 如果在公共区域造成了防害 就会受到一定限制 上诉人他出于保护自身家庭的财产的安全 那么也是出于这么一个生活便利的一个角度来安装的 并不带有一个窥探别人隐私这么一个目的 当然他在安装这样一个智能门铃的过程当中 但是还是要注意到有没有侵犯到别人的隐私权 双方争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上诉人姜元家安装的可视门铃 是否侵犯到了被上诉人李秀英的隐私权 上诉人姜元在二审开庭前 自行在门铃靠近电梯口一侧 安装了一个蓝色的塑料挡板 姜元一方认为安装挡板后 门铃可监测到的范围缩减 应该不会对李秀英造成困扰了 被上诉人李秀英一方认为 可是门铃的录音夜间模式 人脸识别 上传云端等功能过于强大 自己的权益没能完全受到保护 而且挡板随时有掉落的可能 这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你想汤板如果它时间久了会脱落的 它都是用浇水浇的 还不包括有人恶意拆除 或者你外卖快递过来了 人家碰掉了 落掉了 这个后续的事情谁来帮我们处理呢 像现在这样装一盘挡板 明显是不是属于彻底排除方案 而是减少了方案 对吧 但是从长久来看 可是门铃不拆除 紧张一下党党 不足以避免对被上诉人权利的方案 下达最终判决前 何一庭法官结合现场勘查内容和双方证词 认真研判分析 发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被上诉人李秀英一方的行动轨迹 确实是拍不到 或者说顶多拍到一小部分 他们觉得这是相邻容忍的范围 由于这起可是门铃案 在二审第一次开庭时 采取了网络直播的方式 很多网友在观看庭审时 也对可是门铃能不能装的问题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网友觉得 可是门铃拍摄的是公共区域 邻居无权干涉 摄像范围是公共空间 且安在自己家门上 邻居没权干涉 但是也有网友认为 家门口的走廊是特殊的公共区域 不能随便安装具有摄像 存储功能的可视门铃 家门口是一个特殊的区域 不是普通的公共场合 通过观察家门口的情况 可以掌握这家人的社交关系 生活习惯 什么时候有人 什么时候没有人 完全可以为犯罪实施提供条件 你统一由物业来安装 查看监控都必须要有公安机关 才有权利查看 所以不能对着公共区域安装摄像头 开在墙上的六扇后窗 让窗外的邻居身处尴尬 也许他就是无意中 他能看到我 没在哪地方 我家这场好病不是过大 终身判决之后 破碎的邻居关系能否修复 他们家有个小孩 我们家也有小孩 我女儿跟他差不多生孩子 我们现在都是独生子女 然后人家孩子年旧差不多大 其实我们可以多让孩子在一起 老人的门铃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今天的案件 是因为一个功能强大的 可视门铃 让邻居觉得自己的个人隐私 被窥探 从而带来了不安 但在十几年前 没有高楼大厦 没有可视门铃 几山对着后排邻居的窗户 同样能给人带来不安 在那个隐私权意识 刚刚萌芽的年代 隐私权保护体系 还没有完全建立 在那个时候 又该怎么办呢 2004年 北京市平谷区一个小村庄内 村民王维国在翻盖二层楼房时 开了六扇后窗 这六扇后窗 正好对着后排邻居 王小亮家的正房 王小亮说 从二楼这六扇窗户往下看 自己家的卧室客厅院子 尽收眼底 一览无余 六个窗户 他有多少只眼睛在顶着我 我感觉特不舒服 个人都有个人的隐私 是不是 所以我在院子里边 我像这是我的家 我干着自己 不想被人看发现的事情什么的 我就不能 我就不能做 村民王维国说 开窗只是为了通风 压根就没想过去看谁 而且窗户已经漆得很高了 平时只有踩着凳子 才能够看到王小亮家的情况 我只能等在这儿看见到他 咱平常没事 睡上着等这儿 瞅啥看看 你在这儿说 王小亮说 自己也相信王维国 不会故意通过窗户去观察他们 但是自从有了这六扇窗户 也的确碰到过 让人尴尬的情况 我正在入患医生 他刚好关那窗户 因为他每天都要开和关窗户 是吧 也许他就是 无意中他能看到我 因为这六扇窗户所带来的风险 王小亮希望王维国能把后窗堵上 但王维国认为 在自家地基上盖的房子 弃不弃后窗也是自己家的事 如果王小亮家怕被看 应该自己去想办法 我们一来没占国家地方 没占哪地方 我料这窗户并不是过大 王小亮小两口说 如果整天都拉着窗帘 肯定会影响屋里的采光 可是如果遇到不想让人看的事情 再拉窗帘 更是让人尴尬 因为一拉窗帘 就好像在告诉邻居 他们正在做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 我拉着窗帘 数谁讲话的 他要是愿意看 他也想着我们家 不来那个正常人 或者怎么着 有这种看法 也许他会穿出去 是不是 对我的影响也不好 2004年9月20日 当地法院判决 被告王维国 在其所建楼房二层设置的六扇后窗 使原告王小亮的住宅 处于其事业范围之内 严重影响到了原告的私生活安宁权 要求被告将所建的后窗户弃实 对比十几年前的案件 现在大家谈起隐私权已经不再陌生 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自我意识的增强 使得隐私权逐渐被人们熟知 从几扇后窗到千里之外 都可以看到门外景象的可视门铃 技术在迭代更新 人们对个人权利保护的需求 也越来越明显 这种需求促进了立法和司法的进步 从改革开放至今 我国隐私权保护 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 那就是以这个1986年 民法通则的公布吧 作为一个点 在这个15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在立法中 其实是没有隐私 或者隐私权这个概念的 那么如果是碰到了 涉及到隐私侵犯的 这样一个案件怎么办呢 我们的立法部门 包括我们的司法部门 是把它放在名誉权 向下来进行保护的 到第二个阶段 就是在2001年的时候 最高院就发现说 这是一个问题 当时发布了关于 精神损害的这样一个司法解释 第一次的说明 在司法实践中 如果有人以危害 违反公共秩序 公共道德的方式 侵害他人隐私的 人民法院应该要制止 或者支持这样的一些肃情 隐私权保护的第三个阶段 是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正式出台 在这部法律中 能明确感受到 国家对隐私权的保护 愈发重视 从司法解释 变成民事基本法律 2020年5月28日 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民法典 这部被誉为 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 于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 国家对隐私权的保护 再上一个新台阶 上升为民法典了之后 它是一个既有继承 又有既往开来的一个过程 把什么是隐私 框定在一个法律的范畴中 以民法典 这样一部重要法典的方式 向世人来攻势 我们国家对于隐私权的 保护的我们说法律的态度 2020年6月24日 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何一廷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后 作出终审判决 本院认为 涉案门铃虽具有涉漏存储功能 但考虑到目前 其实际可视范围等因素 客观上并不能记录 被上司人一方进出住宅的信息 现被上司人仍以隐私权 等受到侵扰或妨害为由 要求拆除涉案门铃 缺乏事实依据 应已驳回 法院认为 江源在门铃一侧安装挡板后 门铃可视范围进一步缩小 对于被上司人李秀英的影响 并没有超出合理限度 因此驳回了李秀英 要求拆除门铃的请求 那么在本案当中 就是这个摄像头 它的拍摄范围 并没有侵犯到 这个原告一方的 这个私密信息 私密活动 私密空间 特别是二审当中 这个盛存一方 还自愿加张了挡板以后 它的拍摄范围就更加有限了 基于这个情况 我们觉得在本案当中 知能门铃还是不需要再拆除了 同时法院的判决中也指出 如果涉案小区业主 对于利用公共部委安装 可是门铃等物件 有相应协议 或者物业管理规定的 法院处理结果 并不影响业主委员会的民事主体 另行要求上诉人承担相应责任 其实也是把这一块就说 具体是不是合理利用 这个公共走到的墙面 交由业主来进行制止 他们觉得 他们去判断 判决结果出来后 李秀英一家感到很意外 其实无论李秀英家 还是江源家 两家人都曾说过 最初两家的关系还可以 而且两家的小孩差不多大 平时还会串门聊天 他们家有个小孩 我们家也有小孩 我女儿跟他差不多生孩子 他妈呢就带孩子 就到我家里来谈谈什么 这关系还可以 我跟他们说过 我说现在都是独生子女 然后来家孩子年旧差不多大 其实我们可以多让孩子 在一起玩玩 关系本来不错的对门邻居 因为一场官司形同陌路 最初两家的互相隐忍 并没有让邻居关系更加和睦 反而让不满于矛盾 越积越多 最后全面爆发 李秀英和江源两人 年龄相差有点大 对于智能门铃 这种新事物接受程度 可能不太一样 但有时候 新旧并非不可兼容 就像上海这座城市 不同也有独特的美 每个人对隐私的界限不尽相同 然而法律 永远是道德容忍的最低标准 我们期待时间能冲淡一切 让两家人能重归和睦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